Delta變種病毒 你覺得現在控制了什麼樣 已經採取減染 會知道減染三百四十一的人 所以這是今天減染 另外百的症候 在我們家禄這個地方 長野島開始減染兩百十七個 會知道三百七十九個 兩百七個都陰性 那麼這已經都在減染當中 在我們這個方向這裡 我們這三天所有的店家都沒有開門 那麼全民症候的人出來篩檢 篩檢之後 今天早上開始減染疫苗 到疫苗再結束 篩檢也到今天結束 所以這三天也到今天結束 所以在這個界定 應該看起來在香港 鮮魚兩川 這個比較控制 這個比較沒問題 現在我們要比較擔心 執放了這個國安 是不是有扣大沒有 所以我們就拆除 培政的作法 先來篩檢 讓我們可以讓大家更安心 而且提高大家 的這個標準 同時把這個人公佈 綁入的國安 這個儲接觸在便宜裡面 同一個時間 到那個時間點有稍微接觸 這個軌跡 同地的人 擴大礦 連便宜今天也大清潮 所以便宜的人全部猜減 今天長出來的 六十七月都沒有問題 管長 你說 大家不要把冰東汙名化 有什麼人把汙名化 你有什麼感受嗎 這因為這幾天 因為這很多有的人 一些網路柯蘭 一些黑白瓶消息 把這個說用冰東的地毒 第一項 第二 甚至把汙名化 把我們冰東 現在當時的 有什麼東西 芒果 跟說這個有毒 甚至海有很多農民 退回 這個實在說很不公平 不然這個 我們 政府的態度 一樣 聯合一個人 都一樣 我們全國都要這樣 不管病毒是哪裡來的 是原來的武漢危險 再掛印度的變成病毒 管長 你還有 你的臉書有說 現在我們全民團結一致要對抗病毒 每個人的體內其實都有一種抗體 那叫做正直 為什麼你會說這個 這當然是優感離反 我想人有百萬塊 尤其說一兩米 最百有人 不過呢 每一個人都是為善良的一面 一個人的基因裡面 善良的性分比較高 做事 看事就比較善良 一個人的基因裡面 生黑的部分比較重 這當然他就是看事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這會說 人本情 人之初善本善 人是善良的 我們這個時候只要用 動力心 大家合作 所以這段期間 有感離反的很多人 在那 可能要轉去焦點也好 或是有什麼樣的不一樣的看法也好 我們絕對不甩鍋 也不懈責 我也不口水 只是點點做 認真做 把我們所有的這方面的方略促進做好 好 管長 我再請教你 因為這是柯文哲的臉書 柯市長呢 他說 台北市衛生局 在今天上午十點 這是長了 接到疾管署 台北區區管中心的通知 一位感染Delta病毒的仿寮鄉居民 與兩位台北市民有過近距離的接觸 就是說這個屏東啊 這個Delta的病毒 已經攻到台北來了 那後來他馬上修正 然後呢 他說 可能感染Delta病毒 那你對柯文哲市長這樣看法 做法 你有什麼看法 我想任何人的說法 我都尊重 不過要有一個真正確的訊息 仿山 仿寮是兩個不同的鄉 也不同的鄉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台北的市民是我們 不是跟幫忙有什麼關係 是幫寮有一個確診者的消滅到麻煩 回來看他們各個 就是這個確診者的 一個十幾歲的人 回到他們的家裡吃飯 在家裡吃飯 接觸 之後呢 如果擴大匡列 通知台北市 至於是不是證 這個基因幫寮 這個告案 比對要不出來 他就連上呢 可能他的祖孫有不對 所以他有競爭 所以我想那就尊重了 縣長 請問一下就是 這幾天我們那個屏東下大雨 我們剛剛也看到就是說 好像很多這些民眾在接受篩檢 或打疫苗的時候 排隊排很長 有沒有辦法給他們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例如說禮堂 學校禮堂 讓他們暫時在那邊休息 可是感覺就是今天的那個秩序 比較混亂一點 我也早上趕到現場 跟鄉親致歉 第一個 我昨天傍晚 決定因為有仿寮的個案 所以我們仿寮要擴大篩檢 所以決定在學校 就是在利用當地學校空間比較大 來做篩檢站 那這個學校的篩檢站 本來是中午一點才要開始開放 那因為早上下大雨 然後仿寮醫院 他的我們今天公佈的對象 篩檢的對象 是十四號以後到訪療醫院 急診門診所有的患者 陪伴者可以來這裡做篩檢 這是第一 訪療病院 發檢訊給每一個人 沒有跟他們分流分段 沒有跟他們說時間 大家都會來 這個剛剛潘縣長有說 就是有一些已經篩檢了 那有一些結果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希望屏東 這個Delta的入侵就僅止於這樣 能夠控制得非常好 那些風雨 我想說再說一下好不好 好 給我一輪聽 我們的屏東的所有的 搜尋高隆 屏東完整後 從五月初到就開始了 所有的屏東四千八百幾公斤的搜尋 我們有兩百十四千的集會場 全部 六天四湯的這個消毒水 都有在消毒 所以集會場 集會場的所在 都總有消毒 這並沒有屏毒 這點請大家要清楚 不是在那裡有民法 這對屏東 對我們很多高隆 都民不公平 是有道理